应该好 尽量各位可以多用在自己工作上面 或者是说其实应该 找个时间自己要 测试看看 其实坦白讲我还真的很想要 如果有期中考试的话 我还真的很想要test一下 出个题目 大家来做做看 比如说类似像这样 请把上面的逻辑改变为BBA逻题 那这样子 交卷上级考试 但是因为我们毕竟大部分同学都是 自己自愿来不像大学生 是比较被动学习的 我问卷做调查大概有一半的同学是 来混学分的 所谓混学分就是 可能人来心没来 那比较惨的是人来心也没来 就是翘课率其实还蛮高的 所以 都应该不一样 自己自愿来的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逻辑 以后你就套个公式 反正不外乎就是蓝跟列 那一般我会 i是蓝 i是列 j是蓝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列是 for i 等于 12到17 for j 等于1到7 所以 回圈就写完了 再来输出到哪里呢 输出到 sales ij 等于什么呢 等于那个公式 那那个公式是什么呢 基本上我写完 这个地方 因为前面的部分就要简单 所以我已经预先写好了 所以请各位 先 插入一个模组 然后 再插入一个程序 名称就是万年利好了 那范围的部分 就是 i 是12到17 所以这边的话呢 12到17 j 的话 是1到7 然后输出的结果是 等于 等于 如果说你是用column 的话 其实 我们第一步是这样 j j 实际上指的 就column 就是蓝 如果你把它执行出来的话 这边假设我执行这一行程会怎么样 有没有看到 1到7 1到7 有没有 就跟刚刚那个column的 一样 那后面的话我要加什么呢 其实就加上 这个先刮 列的部分就是 i 对不对 减掉多少 减掉12嘛 因为 我从12列 要扣掉自己 乘上多少 乘上7 执行看看 就出来了 有没有一模一样 其实是一样的东西啦 只是一个在VBA里面 一个在Excel 的函数里面 那接下来就说 那如果 这个公司已经做完毕 对不对 那输出了 可是再有个问题 我们要 再判断 判断什么呢 所以接下来的话 输出之后 还有一个 那个 就是